这个个案就是你有一次看到一个男记者的长文献 你就问他说你排便好吗 他就说他有便秘跟不屑 你赶快去检查 隔了一段时间你采访 有碰到他同台的记者 就间接知道说这个记者 他做了大肠初期的肿瘤手术 手术是很成功的 强调一点是一定要就医治疗 这个是提前的观察 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特别说明 所以这三种容易罹患癌症的长文 来 罗医师 好 第一个 我们这个一般叫生命线 我们叫三线 它正常一条这条线 它是一条很完整的线 如果中间有分岔或断掉 那就代表说那个时候的那个时间点 比如说四十岁五十岁 那个时候的免疫功能它就下降了 好 如果你分岔了 然后在二线 二线我们基本上我们你们一般的 我们叫什么东西 我们叫这个智慧线 智慧线的从到 智慧线一般到无名指下方 已经基本上它就停掉了 如果你又从这边长一条线出来 一直到我们的长员 不好意思 这叫cancel line 这个东西 对 如果是你有这样的情况 哪一条是红线吗 对 这叫红线 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 两手都有 然后呢 你的砍点又出来了 那拜托 赶快到医院检查 千万别拖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线上面 有个小小的导纹 圆圆的 圆圆的 你在上面它可能是肝跟肠胃 或者在下面一点 它可能是肾脏膀胱大肠 那它位置到底区分的 它又有癌症线 它又有癌症线 那这个拜托 也到医院去检查 好不好 也到医院检查 然后呢 再来 这个线呢 就是癌症线它依然有 那这个生命线呢 突然断掉了 可能下面都没有了 或者突然断掉之后 在后面下面再接再出来 如果有这个情况 它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癌症 另外一个叫突发性的脑中风 或心肌梗塞 这个就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把它归纳整理出来 就是你如果有这三种 两手都有 然后砍点又出来了 那天我去接受一个采访 那个主持人就是 它的癌症线有 然后呢 它又今年又六颗砍点 就2021六颗砍点 然后呢 它就是肺癌 还好 已经肺癌出息 它已经手术完了 所以这个东西 拜托各位 提早检查 提早检查 有请菁姐 是 来 让楼医师看一看 我觉得我的那个 我的生命线有分岔耶 因为我刚看你很沉默 一直在看 第一个 它的线真的有分岔 有分岔 然后分岔时间大概在 十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上下 我做了六十上下 它你有分岔 这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好 我们的肿瘤线 肿瘤线有出来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出来 然后呢 这边又是什么 这个肠胃的致力神经失调 所以 你这样做是对的 你去爬山 去运动 去那个 去把你的那个释放掉 情绪压力释放掉 非常好 Good 完全透明化 这个神经失调 都已经被揪出来了 真的 这是对的 真的 谢谢医师 谢谢菁姐 这个是民中医打造的是 不离癌的体质 第一个叫做 米酒泡澡 水温三十九到四十六的温水 再加上二十四级的米酒泡澡 十五分钟 第二个叫丝瓜落按摩法 今天还要特别介绍 它的做法就是这样 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比如我 我要去洗澡 我先从 末梢 脚 手这边先刷刷刷 刷到心脏 脚也是 然后刷完之后呢 当然你在刷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 我们的水龙头打开 先四十度刷 刷完之后呢 不然的话你这个太干了 刷到会脱皮的这样 然后呢 再来 再来呢 我就把那个水龙头 拉到中间 然后一样再刷一次 最后 我把水龙头 拉到那个冷水那边 那这个都刷完之后呢 刚开始你千万不要冲心脏 就四肢就好了 这样你每天在四十度 到十几度这样水温 这样训练之下 然后又有这样的按摩 你说你身体不好吗 我都不相信 好 来示范深蹲 深蹲 我们节目示范很多次 楼医师示范 三十秒 告诉大家 我通常会教患者 这样的蹲法 比如说找一面 很稳定的墙 然后呢 靠上去九十度 就是九十度 那一般像我自己 我会背个三公斤 到六公斤的 的那个重量 我自己就会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上来 靠着墙 做深蹲 那我是靠着墙 九十度 然后每一次一分钟 然后中间休息三十秒 再继续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 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 FB点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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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栩